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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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来欣赏2018台硕碑ACBS亚洲花式撞球锦标赛最后一轮的赛事 我们看到柯炳毅跟张荣林在做笔球的动作 换句话说就是张柯两位选手争夺最后的冠军奖杯 笔球结果由柯炳毅取得单数局开球的权利 笔球结果的冠军奖杯 我們另外一臺這個正面的這個機器啊這個訊號是斷掉了 我們的招邦現在先去檢查我們先看這個側面的畫面 隔壁桌也是中華台北隊的雙打青少年在爭冠軍賽 我們看在男子組的部分是搶八局 柯平一先開球 開球第一時間有球境我們來看一下連接球 母球跟一號球的位置是一個中距離的safe球 那兩位選手大家對他們應該是已經算相當熟悉了 我們把畫面切換到 這個畫面 我們看這個球他做掉球 做掉球 那另外隔壁桌的部分也在 要進行開始了 那這一輪的比賽是最後一場比賽 比賽也是我們2018台說盃 ACBS 亞洲畫室上球錦標賽的最後一場賽事 比賽完之後 會立即做頒獎的 活動 好 這個球解球 要解到的成功率應該是蠻高的 解到之後的情況 就要看張老林這個解球了 我們看張老林一顆新的解球 解的力量稍微大 不過母球洗帶了 期待當成自由球給柯秉 自由球 二分法打進母球稍微往右走 那接近直球的二號球打進之後母球有點低竿往後退兩步 4號球上方的中帶 沒有問題 但是4做5要看這個5號球右下角有沒有被9號球給擋住 如果被9號球擋住的話 你這個 母球 就變成要往下走 5號球左右上角底帶 我們看這球是不是下低竿 打進 打進 母球下低竿走右邊 好球 好球 這個右賽有反應出來 5做6再來一個拉桿 6號球 要非常細膩的二分法 或者是接近直球 方便6做8 好拉桿 好拉桿我們來看 接近直球 再拉回來 張龍林柯秉毅 還有包括四強的另外 鄭育瑄 他們三位都曾經 有排名世界第一 另外 還有張宇龍 也有排名世界第一過 那我們最 我們看這球 再做一個修正 細膩度沒有問題 他們這種 國際A咖 這種球都難不倒他們 那我們第一位排名世界第一 當然就是我們的人面殺手招翁棒 所以我們前後有五位 世界球王 柯秉毅在 第一局的9號球 打進 輕鬆拿下 一個掉球 張龍林解球犯規之後 柯秉毅 在青台 拿到這場比賽 第一局1比0 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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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球是一個中距離 這只能防守了 打1號球的右邊母球會繞回去 好,我們看利用中間的834 不錯,這個基本功 青少年的比數 也是剛開始打1比0 好,我們看可比留下一個中長距離 這個1號球很遠 這個要打進也有難度 那1做2也二分法的話 母球會往左邊走 所以這個球需要準度 還有母球控球能力 那還是會有些變數 你打1號球 母球會敲到9號球 5號球 5號球 中文字幕 你打1號球 你打1號球 你打2號球 在籃丹的部分 哇 这个球我们刚好提到 这个球因为距离远 它有进球的一个难度 而且你母球还会敲到9号球 结果留下了一个1号球 还给了柯秉毅 这1号球的部分 要看3号球 3号球如果没有挡住的话 这1号球打进是没有问题的 母球走两颗星 可以做2号 看起来3号球应该是没挡住 因为柯秉已经在看这个 2号球做球的路线了 好 两颗星 哎呦 敲2号 它这个球 以它的水准 应该是可以散过的 结果它这个球 呃 有点大意了 精密度出点问题了 不过这2号球的吊球 还蛮好处理的 母球点一下 让它连在 黑色的8号球旁边 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吊球 哎 五安 大家五安 我们看 柯秉毅考虑一下 选择进攻 好球 他觉得说 吊球 以张宏林的这个伸手啊 这个要解到 可能难度不高 那如果可以进攻 有把握的话 干脆我就接 直接来灌球 好 灌进了 像那种球 如果可以灌 以他们的这个技术 跟他们的判断力 这个成功率应该很高 所以柯秉毅选择灌球 好 啊这个可以5做6 可以推干一颗心 也可以下低竿走两颗心 看他个人啊 好 选择推干一颗心 有点角度 下一点低竿过来 母球回到 现在这个位置的话 八做九也很轻松 六八九 这三颗球 要他失误都很难 撞球王子 可比 六号球 简单打进 做到八号球 好 这个球二分法 一个简单的拉杆 打进母球 到球台中间 九号球 就是一个非常好打的枪式 好 这球拉得稍微轻 不无所谓了 不受影响 好球 柯比翼在第二局 再次的青台 目前比数来到2比0 那另外在青少年的双打赛部分 这个中华B队 郭泰宏跟刘正雄 他们也是2比0 领先的中华 C队领先中华B队 B队是郭承翰 以及洛丽远 所以目前 这个现在在隔壁座 我们看到 现在在看球的是 那个郭泰宏 他们是领先的 那在青少年的双打赛部分 是抢7局 是抢7局 逢林有在问到 这个罗利文 罗利文对3年霸 那他没有来的原因 是因为 他那个球馆 前一阵子才刚开幕 那所以很多事情 他走不开 所以 留在日本 没有回台湾来参加比赛 好 开球巴巴利 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伟利 好 连接球1号球 是一个直球的呛式 那这个1号球打进 没有问题 1座3 如果说拉杆回去 要做近一点的3号球的话 要注意一下 8号跟9号 那如果说你 做一个比较长距离的 3号球 又要担心 待会3座4的 一个方便性 所以 我们来看 柯平仪这个球 怎么处理 那刚刚稍早 这个韩国队 韩国队的美少女 打败了我们中华台北队的美少女 在双打赛的部分 那特别提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那个 我们刚有提到 那个02年出生的这个许楚儿 其实他是已经连续三年霸了 三年霸 刚刚拿到这个双打冠军 他已经三年霸了 不简单 我说16岁三年霸 那不就14岁就来打了 那他还有两届 这个如果这样 再保持 很好的这个 这个状况 不过他要担忧的是 玄志远要提到担心 就是要找明年的 这个队友 他队友每年都不同了 不简单 他三年霸 他还有两年 会不会来个五年霸 不知道 好我们看 柯平仪这个三座四 刚刚有提到 这个三座四的 角度 不好拿捏 那现在母球来到这里 四号球 可不可以打 这个正下方的中带呢 不可以的话 这个球防守还蛮好防的 看柯平仪 好 选择要来进攻 他这球打进的话 母球 母球往下走 那这五号球 母球往右 往左边走 那这个五号球 能够继续进攻吗 柯平仪在这四号球花了很多的时间 好那先那样来看的话应该是要五七碰哦 还是五号球单独 还是五号球单独进的话是没有办法被挡住了 那因为隔壁桌正在打所以我们的裁判要做停表的动作 好结果中华 B队在青少年双打部分 这个打破鸭蛋 所以在双打的部分中华B队 1比2落后给中华C队 我们看柯平仪武器碰 这球判断的很好 五七碰之后啊 这个力量掌控的很好 五号球还可以继续右下角 所以在今天刚刚那一局的第二局的 柯平仪这二号球做的不理想 只有选择灌球青台 那这一局这个球型不好吃 他还是想办法要把它吃完 所以可以从这几个迹象 跟几个这个成功的进攻 可以看到 可以闻到一个味道 就是柯平仪的进攻欲望 非常的强烈 非常的强烈 换句话说想拿冠军的欲望 非常强烈 我们看八号球 点一下九号球右下角 会不会3比0之后 协生喊暂停 好结果柯平仪非常精彩的拿下个人的第三局 目前比数来到了3比0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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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秋林在講到今天狀況比前天好應該是在講 柯秉義吧那柯秉義跟柯秉義他們掉落敗部結果後來在敗部兄弟變成碰到了 碰到了一個情況那柯秉義打敗了弟弟進入了八強那一路過關長將現在來到了冠軍賽跟邪神 第四局由邪神開球開球爆發力OK來看看某球跟一號球 他們兩位亦敵亦友已經非常多年了 單打的時候是敵人雙打的時候他們搭配過很多次參加試錦賽或者是參加其他比賽 所以這個亦敵亦友 我們看這個球出竿有點不舒服 他是要選擇一三碰還是要選擇直接保球 先做四秒的動作 這個球母球最主要是他貼顆星了所以很討厭 那這個球你也不可能說下右賽母球走下方橫抬 那你這個球如果薄鏡的話這個母球就控制要在球台的中間 三號球變成一個中長距離的薄球 我們看張榮寧一號球 沒有錯 只能這個三號球控制說成為一個中距離的中長距離的一個保球 因為這樣子中球還不難打 所以他剛剛這一號球是選擇固靜再說 控制力量 非常溫柔的乾法 母球稍微跑多了 下低桿出來一顆星 注意注意這個八號球不要架桿不舒服 待會五坐六 OK不錯 我們文強強哥 強哥五彎 蘇曉妮沒有錯 這是最後一輪的比賽了 蔡佳蓬 蔡佳蓬這個 這個有酸民的味道 說這個柯秉一跟隔壁的這個青少年 這個看起來 反而柯秉一看起來比較年輕 我們看張榮寧把好球做一點角度 打進母球下一點右賽 這個球可以抓一顆星或抓兩顆星看他自己 那下低桿 就走左邊 好選擇走左邊 沒有問題 這兩位選手在進攻的 這個能力 還有解決困難的人力 都展現了一個高超的技術水平 張榮寧在第四局也拿下了 現在打破 0分 目前比數1比3 張榮寧暫時落後 比賽是搶8 搶8局 劉書明沒有錯 有記者朋友來現場採訪 那他那個 剛他那個 他那個 單眼相機 剛好他那個什麼 那個 閃光燈 應該是瞄準那個雷射 他沒有 沒有關掉 所以剛有影響到鞋身 阿姆森 阿姆森是我們菲律賓的 一個友人 最近這幾年在台北工作生活 好 柯秉一開球 好 好 柯秉一開球 開球 母球第一時間停住 被其他球碰到這裡 我們來看1號球 結果跟7號碰了一下 運氣不錯 形成了一個chance球 哇 這個開球非常lucky喔 我們看這個球打進 母球會往右邊走 二分法 3號球可以做同一個底帶 可以三一同帶 左下角 下低桿 好 直接和1 有點角度 這個球稍微輕了 不過還好啦 這種都 因為我們可能對他們的要求 會比較高 總覺得他們這個世界級的選手 每一顆球都要做到100分的位置 我們也習慣看他們做球 做得非常好 所以稍微有點90分 我們都還會在念他們兩句 好 選擇推桿折兩顆心 沒有問題 現在就看角度了 試做方不方便 在隔壁做的部分 這個青少男的比賽 中華C隊 剛又拿下一局 所以在比數上是3比1 中華C領先中華B 中華B喊一個暫停 我們看柯秉4座5 哎呦 拉過頭了 現在5座6有點 方向不對 這個球要再下一個推桿左賽 這桿法要很柔啊 除了準度以外 這個母球要桿法要很柔 才方便回來做到6號 二分法不對邊 我們看柯秉下左賽推桿 好球沒有問題 欸 有點直 要不要微幅的調整呢 回去如果青少球也是直球 那7座8就變成有小困難了 不過這兩位高手啊 只要不是超級困難的做球啊 相信都攬不到他們的 有人在問張龍寧是什麼球竿 張龍寧我沒記錯的話 他好像幾年前是 應該是日本日本品牌的新的一個品牌 幾年前有跟他有合作 我印象中是這樣 俊豪兄說 什麼球竿都能打得好的鞋身 沒有錯 其實 技術 技術 當然了 公寓三騎士必先利器 技術還是最重要 我們看推桿下左賽 兩顆星出來 哇 細膩度的做球 然後打進之後 98銅帶 左上腳底帶 他們這種A咖中的A咖 在做球的這種修正啊 這種 微幅非常機密的調整 能力非常強啊 所以他們打球真的是一種享受 你看這個9號球 就用手擺的就是在這個位置了 好球 柯平在開球之後 這個1號球 最後碰撞之後 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嗆死 那球形其實是有困難 那中間有兩顆球 修正的非常的漂亮 那下個人的第四局 目前比數來到4比1 好 我們的復興高中的總教練 我們的陳冠練 Eddy兄 也來看球的行列啊 這兩位選手都曾經 先後在復興高中就讀 所以是我們陳冠練啊 的愛圖之二 所以對陳冠練來講 誰拿冠軍 應該都OK啦 冠亞軍都是由這個 復興校友來包辦 那另外我們的 撞球小精靈 郭思亭 也在看球的行列 那在這邊 再次恭喜郭思亭 在幾個禮拜前 拿到日本東京公開賽的冠軍 我們的應該是小布啊 說張龍你用美洲報的黑錢節 好那小布 這個這幾年啊 這個也是在 這個美洲報服務啊 所以他很清楚 郁吉米說 邪神是美洲報的簽約選手 那現在是美洲報的簽約選手 我們的選手啊 也都需要 我們這些廠商啊 不管您是球桿也好 或者是那個 皮頭也好 巧克也好 這個多多來支持我們的 撞球選手啊 多多支持我們的撞球運動 欸 呂學俊說張龍您是用環球的球桿 欸 那 資訊非常的多 好 我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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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號球打的到 沒辦法進攻啊 這個球只能專心來做防守 我们看鞋身 好,利用四号球 母球控球能力非常好 这两位选手攻守俱佳 这个我们也不用再多做介绍 他们的这个知名度 跟大家对他们的熟悉感 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好,这个阿布说之前是环球的 说张龙你的部分先换美洲吧 我想小布应该资讯是最清楚的 好,我们看短竿跳球 柯秉毅 跳中之后 我们看谁运气比较好 是柯秉毅运气好 还是张龙玲 就柯秉毅这个球 形成了一个不好架干的枪子球 给了张龙玲 然后我们的查迪六 查迪也加入我们看球的行列 那查迪 查迪兄 他是也是球聚商 查迪兄是这个人杆 人杆的重要的股东 我看大家对这个球杆都发表的看法 对球杆都相当的熟悉 那刚刚在女子双打的时候 这个韩国队对上中华台北A队 那四位美少女的球干 这个也有人在问 结果我们的这个国际裁判 这个我们的 我们先看这个球 刹车杆法 请裁判插一下球 这个刹车杆要打得比较柔 所以比较不会有魔鬼球的产生 那刚讲到这个女子青少女的冠军赛 那我们的这个 苏宇杨 这个就有提出来 私密我说 他们四位球 选手的球杆是哪几个牌子 所以我们这个 大家都非常专业 就看了球杆 就可以判断出 这球杆是什么牌子 然后是哪一个型号 那隔壁桌 中华B队在最上一局 所以在青少男的冠军赛 中华C3比2领先 中华B 好 拉杆过来 六号球左下角 哦 何静云说 我们这场直播是跟这个 我们的这个 羽毛球后带姿影 市警赛直播刚好冲突 好 简单一颗星 九八同代 没有问题 魂玉学生张龙林 在这一局 先做一个防守 然后柯秉毅的一个跳球 留下一个枪子 不太好出干 不过张龙林 还是把远距离的一号球打进之后 青台 那两位选手六局结束 这个内容 在青台的能力 还有母球的功力上 都展现高超的技术 好 那张龙林 先喊了一个暂停 那我们把画面 来去关心一下 我们的青少年的部分 好 现在上场要打的是中华B队 郭承翰 左手出干 推竿走一个两颗星 敲 哇 伤脑筋了 这个球 这球只能解释说 它力量过头了 这个球应该是要在 在球台中间附近就要停了 就留下了一个掉球 Candy皇 Candy皇就是我们的张大嫂 我们邪神的夫人 那黄小姐 就是张太太 是这个我们邪神的贤内柱 生了一对非常可爱的儿女 那这几年 把家里 这个都 安排得非常好 让邪神无后顾之忧 所以邪神这几年 有稳定的一些成绩表现 这个Candy皇 这个 邪神妇人 可以说是 付出非常 非常大的心血 贡献最大 把家里顾得很好 这个我们常讲 这个 娶到一个好老婆 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来看 这个球 拉杆回来做四号球 那四座五的话 五号球有好几个带口可以选择 除了右边中带不能选择 其他的带口都可以 那他这个球他可以横台 母球往右边走 五号做左边的中带 郭太宏 不错 力量怎么样呢 稍微有点过头了 而且他这个干法 刚刚应该稍微低一点点 不过应该还是可以修正 虽然是青少年 但是技术水平应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这种算是还蛮简单的一颗心 或两颗心的修正 没有问题 好 那个 张柯已经回来了 刚刚是张龙林 喊暂停 第七局 柯比一的开球 我们这画面 刚好两个table都可以看到 天底黄说我过奖 我一点都不过奖 这个您真的是 这个张龙林 娶到您 真的是 他们家的福气 张龙林的福气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 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 那也预祝张龙林 跟我们的Candy黄 这个 合家平安 一切顺利 平安就是福 哎呀 我们看到这个在隔壁桌 这个中华C队 两位选手刚刚有失误了 所以再把机会给了中华B队 那现在8号9号 那柯比一这边的部分 是开球 这个继续进攻 比一在连接球部分 今天运气还不错 推杆 左赛走两颗心 这个球力量有点轻了 因为他这个球 他如果做成直球的话 这个因 4座5会简单一点 那他现在有点角度 打4的母球会往上走 他刚如果说 母球我3座4座 比较直的话 他点一下 这个5号球 上方中带很好打 好 那现在变成 调整过来 也OK 不过现在这个5座6 角度大的话 还要再跑颗心 不然的话就是 放轻弓 角度不大就要放轻弓 要停这里吗 这个轻弓 可以的话 那就放轻弓 那在隔壁座的部分 中华是一队失误 中华必队再追上来 现在双方3比3 第一度的平手 好 角度不大 可以放轻弓 陈伯承在问到亚洲杯 没有这个菲律宾跟内地选手 菲律宾有 之前菲律宾有人来参加过 那今年不要什么原因 那今年 菲律宾这个 稍早去年跟前年都有 都有来参赛 那内地的话 他们有时候是可能在赛事上 因为现在最近这几年 内地的比赛非常多 非常多 菲律宾说改变学生的一生没有错 娶到好老婆会改变一生 娶到好的就是幸福一生 娶到 不能这样讲 娶到不好就痛苦一生 这样也很奇怪 这有时候是缘分 有人在问我们现在 比你这个八做九下右塞摩球周路 一颗星过来做到九号球 应该没问题了 第七局 这颗比一开球之后 虽然也有一点小困难 不过他们解决困难的能力太强了 他们就是困难解决大师 那像我们的话 我们现在技术退步了 我们就是困难制造者 好好的球形都吃不完 好 柯平非常漂亮 拿到个人第五局 五比二 陈信宏在问说 李坤芳 张浩平 前面位 这些直撞的选手 李坤芳在上海 张浩平之前也曾经在上海待过 那现在回到台湾了 那前面位的部分也没打球了 那前面位的部分也没打球了 好 肖伯伦也是老朋友了 以前也曾经在比赛在业余的时候 以前也二三十年前 有一起比赛过 李坤芳还有在比赛吗 有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球具 这个大家都有各喜好的品牌 应该这么说啦 现在只要被喊了出来的任何的球具 基本上都很OK 那就是看你个人的喜好 然后你习惯 青菜和萝卜 各有所好 会给你就好了 其他就是 就看个人的习惯了 这个球具的东西没有标准答案 陈维之也没有再打球了 苏晓妮说熊哥也是娶到好老婆加一 那是当然的 我这辈子最好的 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 就娶到我老婆 我老婆疑似有在看脸书 所以我一定要这样讲 我们看鞋身这个球 要选择罐球左下角 还是要做防守 打带跑好跑吗 我们看鞋身 选择拼了打太厚了 这个球本身呢 就是角度的话要稍微抓薄一点 那这个球 他 我们讲打带跑 打带跑就是没有进的话 这个球算运气还不错 那如果说他打了稍微再薄一点 不小心没进 留在洞口 那就运气比较不好了 那现在换柯平义 这个球来专注做防守 维基就是转机 洛丽园加油 洛丽园是中华B队 目前在争冠军赛的青少男 对那个CHEN 您有在说鞋身的球竿有加长 对他的球竿有加长 因为鞋身个头也高 那有些人会稍微习惯 觉得要拿长一点 重点他就是 要拿到合手 尤其是重心 重心的点 自己要抓起来要顺手 顺手最重要 我们看柯平义选择防守怎么防呢 他要利用29 这个面 好球 这个球应该是掉到 王白有说到 英国世界杯 对那时候都是 大家半夜在看球的 赵丰邦好像是2000年 拿到冠军 千禧年 时间过真快 他那个冠军 我记得我们是在西门求胜看的 又是一转眼 又是18年过去了 如果那时候2000年的小朋友出生的话 今年已经可以考驾照了 18岁了 赵丰邦的比数 我记得是17比6 我们还特别用了17比6做了一个T恤 好我们来看 哦没有掉到 结果是可以直接打 那当然没办法进攻 鞋身做防守 结果留下了一个长距离了 一号球 现在 这一号球 就看柯平义判断了 能不能直接来进攻 那他先跟裁判 宋立桥 说明一下隔壁 隔壁周青少年的出竿 所以要时间冻结 时间暂停一下 王白说那次的简报 第二天几乎各大报都是头版头 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我们这个台湾的撞球最巅峰 就是赵丰邦2000年拿到世界冠军 我们看柯平义 这个一号球 真是准 打进之后母球回来跑到六号球旁边 二号球 可不可以从三球中间穿越呢 陈信宏说美国有位选手 应该叫做Earth Trickland 史翠兰 史翠兰大我一岁 1961 史翠兰在1990跟1991 1990第一届的世界杯在德国 1991是在美国拉斯维加 他是二连霸 我们看柯平义三球中间穿越过去 那90是第一届世界杯 那91年是第二届世界杯 那当时史翠兰是第一届跟第二届的冠军 那女子选手也是 也是两届都是他的冠军 叫Robin Bell 那他们第三年 第三年 1992是我们台北来主办 那他们两位本来是要 想要来寻求三连霸 结果很可惜 他们都没有未免成功 1992是在台北举办 那我们台北办了三届 258很好记 92、95跟98 这三年 92年第一次办的时候 我前一天晚上 不敢回家睡觉 我那天晚上 92年的时候 我睡在 那个白管 我睡在哪里 我睡在冠军球台上面 因为那时候都在忙 忙那个检查所有的器材 哩哩哩口口 软硬体的一些准备 那我想说 干脆就睡在球台上面 这样就不会担心 因为每天都很累 怕就睡过头了 那我想说 睡在球台上面 就绝对不会迟到 我印象非常深刻 好 盾竿 母球往上走 8号球 有点角度 再来一个盾竿 98同袋 没有问题 哇 柯炳毅 今天在进攻上 是零失误 好球 柯炳毅抓到一个机会 再拿到个人第六局 八局结束之后 6比2 柯炳毅算是遥遥领先 比赛抢八局 轮流冲球 领先三局以上 都算是遥遥领先 那隔壁桌 这个中华C队 本来是领先 结果被对手 中华B队 逆转领先 变成三比四 中华C队是落后的 结果他们赶快喊个暂停 对 Johnny Archer Johnny Archer 他也算是当时的美国 高手之一 王白 谢谢您的这个厚爱 05年的观中观简报 您还留著 太感谢您对这个撞球的热爱了 比赛来到了单数局第九局 柯平一的开球 我跟罗爷 这个还有包括永哥就讲过 他说叫我跟罗爷 我们两个人如果合作出一本 这个台湾撞球野史的话 应该是会蛮精彩的 我们看柯平一的开球 第一时间母球往后退 我们看被其他球带到中带 差点洗带 我们看一号球跑来这里 有没有被中带的脚掉到呢 这个母球 还可以打吗 打得到吗 陈信宏说以前还有在喊 球进的时候都喊那波音什么的之类的 没有错 我们先看秉义这个球 好喊一个延长 以前在开球的时候 以前只要任何有进球 包括开球 裁判那时候的规定 那时候的 就等于是不成文的规定 也有成文的规定 就是一定要每一颗球都要喊 我们看柯平一真的是运气还不错 今天他能够领先 除了自己技术的发挥 还有连接球的位置 都可以进攻 那比如说以前开球 比如说好像刚刚柯平一进八号球 对不对 裁判就喊A波音 那比较有趣的画面是怎样 你开球如果说这次进三四颗球的话 那裁判很忙 很忙 比如假设随便进三颗球 那就A波音 2波音 3波音 5颗球的话 5波音 1波音 那裁判很忙 而且你还要稍微注意一下 大部分都要讲英文 所以有时候还要注意 数字不要讲错 所以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蛮有趣的 后来我忘记哪一年了 大家觉得太吵了 就把它改过来 后来只有最后一颗球 那一波音 都喊这样 后来都不喊了 好 原秉章说有 Morris Morris Morris就是我们1991年 到我个人第一次带队 1991年我们到美国前后28天 最后我们在夏威夷回台湾 在夏威夷的时候 我们就第一次看到Morris 我们看克兵这个球可能力量太大了 有危险 这个球大意了 第一次做球上的严重失误 刚刚稍早有一次 一做二也有失误 但是他二号球是用灌球来化解 清台 那是稍早有一局 那现在这一个是蛮简单的一个做球 结果竟然这个力道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失误 张隆霖老神在在准备球竿哦 哈哈哈哈 Standby啊 Freddy Cho 我们的 香港的帅哥裁判 好我们来看解球 解到之后 解到二分法 这个球基本上解得不错 这个阿孙跟Buster Monday的奖金赛 奖金赛有 但是金额好像不太对 没有那么多 好我们的国家好国际裁判 我们的许瑞安2017世大运的单打冠军 也都加入我们看球的行列 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 秉应那个解球算解得不错 让鞋生哦 防守也不是 只好进攻 进攻确实有他难度在 不准很可惜 没有打进 留下了一个保球 不是保球 科兴边的不好出竿 五号球 好这个五号球左上角底带 打进我们看一下又来一个制调吗 不会吧 没有制调 这个球打得非常 力量拿捏的很好 好我们的王志强 也是我们职业好手 那他最近 这个喜获林儿 恭喜他们 个人第七局的九号球 也这场比赛第九局的九号球 我们来看科兵没有问题 拿下来七比二 哇听牌啦 歇神要逆转 难度有点高 不过球还没打完 都不一定 我们的Android HK 是我们的那个 香港好手 香港好手 阿康加入看球的行列 何晶怡 你说熊哥记得吃饭辛苦 您放心 老肥仔 什么都会忘记 这个吃饭是不会忘记的 不过我们来这个吉弦 吉弦旁边有一个 那个花枝根 还有鹅仔面线 这个我跟张帮 我们很喜欢吃 我喜欢吃鹅仔面线 他喜欢吃花枝根 我们每天都 克了好几碗 好我们感谢张中正 有关于莫女士的近况 做一个回答 莫女士在当地 美国有打比赛 美国以外的比赛就比较少 张中正 中正兄 这个一直想要去跟他拜会一下 他是最近这几年 有关于这个 国际上面 的一些撞球的讯息 台球的讯息 他都是非常热心的分享 尤其他的英文能力 英文造诣非常的高 所以有些文章 他翻译的 都非常好 我们也从他的翻译 投文得到非常多的资讯跟知识 中正兄他 据我了解是比较长时间 待在台北市中山区的中正撞球馆 各位不妨有想要跟他交流的话 可以在脸书或者是到中正去找他 中正兄我是想要麻烦他 看能不能我现在偶尔会拍一两分钟的这个教学 那有国际有人说 看我能不能用英文来翻译 我们的英文就是很好笑的英文 当然没办法讲 我正在想说 可不可以麻烦中正兄 来翻译打字幕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题外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鞋绳 二座三 坐到一个大角度 但是距离很近 那这个球打近的话 母球下一点左赛 还可以碰一颗心 四号球右边中带 或者是下方的底带 这个球做起来要小心 好 今年九月有一场非常精彩的台飞 在九月二十一号台中 大家可以注意一些脸书 或者是 哎呀 邪神啊 What's matter with you 这个球是一个非常不应该的失误 尤其是落后 好我们看饼翼这个球 从另外一个角度 可能会比较 看得清楚 他这个球啊 要进可能有点蓝 那 他下第一竿 他母球可能是要躲这个 五七 他母球要躲五七 对没有错 他利用五七 连住 连巴打 他这个球还没有连得很死 所以鞋身还有机会来解球 他如果卡在五七中间的话 鞋身就比较不好解了 Aels Parkleian 他是这个不是华裔的 他是那个 贝勒兵裔 Lucky ball解禁 不过留下一个四号球很远 他有一阵子啊 去从事其他的行业 最近这几年又回来 好 我们 今年是2018 我们 2015 16 17 三届这项 单打男子冠军的 罗立文 也在我们的线上 加入我们看球行列 罗立文在 Yokohama 横滨 开了一个球房 最近才开幕 那所以他忙于事业 还有这个 他的老婆帮他生了两个可爱的小孩 他老婆是前日本的女子好手 刚刚讲到娶老婆很重要 我们看张罗宁这个球 乌肉偏逢年夜雨 有点危险了 可能会是最后的再见犯规了 犯规自由球给柯平一 柯平一桌面上只剩下五颗球了 那罗立文也取到一位非常好的写内柱 帮助他家里跟事业的稳定 好许建祥说撞球死 那这要可能要找几位前辈来合作了 罗爷还有罗爷 应该时候我跟罗爷我们来去找几些前辈 包括永哥 包括我们的冷面杀手 我们几位来一起 想办法来写一本 写一本这个台湾撞球史 王雅燕 也是以前我们的美少女选手之一 也加入我们看球行列 好我们看柯平一 距离2018的男子单打冠军 亚洲杯男子单打冠军 只剩下三颗球 剩下两颗球 七号球简单打进 推杆过来颗星 最后的冠军 张楼林 起身来恭喜柯平一 我们恭喜柯平一 最后就是 以悬殊的比数8比2 打败了魂音学生 是他的学长 复兴的学长 也是他的双打的队友 拿到了2018台湿北 ACBS亚洲华士装球锦标赛 男子9号球单打的冠军 我们恭喜柯平一 那张老林 这个比较可惜 不过比赛还很多 那今年下半年 还有非常多的赛事 那我们预祝他们两位 在今年下半年的比赛 有更好的成绩 好 那我们马上把镜头 切换到 青少年的地方 在青少年的部分 哇 拉锯战了 刚刚3比3 3比4的时候 这个中华C对函 暂停现在是4比4 比赛是抢7局 比赛抢7局的 4比4比4 比赛抢7局 陈信宏说 在高中的时候 熬夜看球赛 现在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 我们李欣宇 我们的台中美少女 李欣宇 也加入我们看球行列 我记得欣宇 好像昨天有看你脸书 还是今天早上有看你脸书 这个 好像打进了这个 泰顺 在内地的泰顺比赛 会玩赛打进会内赛了 何金银说多打几局 不要那么快结束 你还想看 这个大家看得都意犹未尽 洪嘉欣有讲到 这个球杆放桌上 我们来看这个球 没有进的情况之下 留下一个罐球角度有点大 所以这个球 中华C队的失误 还好 我觉得还没有 没有很快的 就是说 利空 换句话说 中华B队 这个6号球要进攻的话 罐球左边中带的话 那个角度没有了 所以应该是要做防守 防守你要不要抓 看要抓母球还是要抓6号球 他选择这个 他这个球不对了 不对哦 他这个球不对的地方在哪里 他如果说要走一个N字形 这个6号球应该是要灌后一点 是碰左上角的颗星 而让6号球到上方去 在9号球的后面 那他这个球灌保 他反而是第二颗星 是碰到上面的颗星 那你这样的话 留呛死 就像这种局情况是会发生的 所以刚刚那个灌球 我观念不太对 好我们来看 刘正雄 打进拉杆回来 哇 不会吧 强力拉杆 拉到变成save 这别人是拉不够 他是拉过头 差点是save 哇 刘正雄 这个拉杆 我们来看一下 原来他的教练 就是我们的黄静静教练 哇 这个名师出高途 这个拉杆 拉得太厉害了 好 走一个N字形 两颗星 八号球 好 没有问题 好 结果是一颗星 也OK 中华是一队 刘正雄 非常漂亮的七号球 强力拉杆 让这个郭泰宏 八做九 还蛮轻松的 结果拿下 他们的第五局 目前比数 五比四 中华是一队 领先 比赛是抢七局 当时我们有一个规定 就是球杆放在桌上 这个不能完全平放 你要有一边是在这个 科兴边上 是合法的 苏晓妮说 球杆比角度不可离手 没错的 不能平放 在球台上面 张文炳前辈 目前是退休 在中部 谢士军说 罗立文的球馆是叫 布拉伯 对 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到 日本 在东京 在横滨 横滨 的话可以去 找这个罗立文 切磋一下 叙叙旧 如果是老朋友的话 去叙叙旧 这场比赛完了之后 完全没有赛事了 就2018的亚洲杯全部结束 好做防守 轻轻的过来 哇 露线了 这个防守力量稍微大了 对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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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座3,1顆星,某球回到球台中間,應該問題不大 有點小小身材球,出竿的是 郭泰宏 你看力量不錯,不能再來,再來角度就大了 那有點角度,一樣再來一個 一顆星,這個球下一點右塞 角度大的話就走橫台兩顆星 好,一顆星 右塞稍微多了 所以現在這個母球跑比較遠 剛剛出竿的是 劉振雄,是數得家商 他的教練是黃靖靖,那我們昨天有介紹到黃靖靖 黃教練的愛圖,有劉振雄,另外還有在女子單打獲得亞軍的 獲得亞軍的一位美少女 我記憶力真差,昨天講他名字講了10遍,今天就忘了 那個劉振雄,也是數得家商 黃靖靖教練 這個對 這個 南台灣的這個 青少年的撞球貢獻 也是不遺餘慮 他同時也是這個小港 跟鳳寧國中的教練 那他的夫人 這個也是 夫長婦髓啦 那這幾年也都是 請全力來協助 老公來做這個撞球 教練跟推廣的工作 哎呀 這個球 這個球打底袋,不准 留下了一個chance給對手 好,那對 中華B隊來講的話 有機會,有機會可以 4比5,看能不能追到5比5 好,剛剛有請教我們的文靈 來 請教一下這個 許芳瑜 昨天輸給那個 輸給陳家話 叫許芳瑜 也是數得家商 好,我們來看 中華B隊有機會 可以拿下第5局 變成5比5 這回來力量小尷尬 停在科興片上 不過 達到這裡來應該是問題不大了 好,張中正有跟我提 許芳瑜 海山教練,謝謝 許芳瑜 好球 今天早上我耍了一個很 很瞎的寶 你知道 這個 我去買 去超商買了一個 綠油巾 一手拿綠油巾 一手拿這個 一手拿這個什麼 這個 鋁沖啊 結果 插頭插上去的時候 充電器插上去的時候 正常我要鋁沖要衝鋁沖 我竟然要 要沖這個 綠油巾啊 充電器要往綠油巾 找孔來沖 真啥吧 結果旁邊呢 那個 溫寧看到笑到 笑到快要彈掉了 好 好 我們看到了 黃小羅 小羅兄 也是我們的球友 球迷 所以一場賽事的順利完成 除了要主辦單位選手 還有媒體工作朋友 另外最重要就是各位 球迷朋友球友們的支持 好 這個排球 5比5 現在比賽來到第11局 在單數局部分是由中華C隊要來開球 現在準備開球的是郭泰宏 郭泰宏是復興高中的 劉振雄是素德加商 由中華C隊要來開球 試試看 我 看 我 在 我 我 都 好,這個排球稍微比較辛苦 中華B隊的郭承翰是莊敬高中,洛麗媛是復興 現在要準備開球的郭太宏是復興高中 他的隊友劉正雄是素德加商 我們看他開球,開球第一時間有球進 我們來看一下連接球的位置 哇,是一個吊球 那這個當然可以解球了,或者是做不需要 我想這應該是選擇或不需要 應該是會選擇不需要 好,選擇不需要到這地方,看得到1號球 那這時候就考驗了,考驗這個中華B 他們是要進攻還是要防守 應該選擇打啦,會選擇打 中華B會選擇打 現在就看他們是要進攻還是要防守 應該是選擇防守,或者是打太跑 母球往上走,右上角 我們來看一下,右上角 不要敲,不要敲就漂亮了 哇,中華B隊的觀念不錯啊 但是最後啊,最後留在這地方 變成中間可以穿越過去 哦,其實還好啊 這一次的這個賽事啊 他其實賽事還蠻緊湊的 那我跟趙翁幫我們這幾年啊 都真的是可能能過了中年之後 這個都還蠻早起的 所以賽事對我們來講 我們兩位算還OK 所以不用吃蠻牛 不用蠻牛 這個海山教練,謝謝 那這個球型我們來看啊 二三不好處理啦 所以他們要考量一下 兩位選手 討論一下 討論一下 哦,我看到我們的王婉林 也加入我們看球行列 好,這個球最後選擇來做釣球 但是這個自由球 如果沒釣到的話 算是一個嚴重失誤啊 就算釣到好像也釣得不夠死啊 選擇釣球是非常合理的選擇 但是沒有釣球 沒有釣到耶 哇,這嚴重失誤啊 在中華B隊來講的話 這是蠻好釣的喔 沒釣到 現在反而讓中華C隊 有機會一個反釣球 所以剛自由球沒有釣到是 蠻嚴重的失誤 因為他剛那個自由球如果釣得很死的話 那個中華C隊沒有解到的話 變成兩次犯規 還有機會再來做第三次的釣球 那9號球大家都知道 如果連續三次犯規 就輸了這一局 好,我們來看解球中華B 母球差點洗帶 我們來看結果怎麼樣呢 留下一個保球 還在糾結 這個球型還不是很好處理 喔,比分沒改,謝謝 謝謝您的提醒 比分5比5 插板沒得分 敲到了2-3 改變2-3現有的位置 本來2-3不好處理 現在2-3單獨是可以進攻的 1號球打進母球 簡單的一顆心 或者是小腳的兩顆心方式 2號球可以做右邊的中袋 後竿抬高 他不碰顆心 想要直接用點的 欸,這個球怎麼樣 好,現在左手出竿的復興高中 落力圓 欸,他這個3號 左上角底帶 那小心喔 他剛剛如果說可以做右上角的話 可能比較不會有 比較不會有這種做球上的難度 那現在這個球 我這樣看他如果說肝法不太處理 處理不太好的話 有可能會母球不好繞出來 可不可以,可以還不錯 那表示剛剛落力圓做的位置不錯喔 那 郭承翰這個球 稍微右賽多了一點點 因為怎麼說呢 他這個5號球喔 如果說右賽不要那麼多的話 他這母球現在停的位置會比較靠顆心 也就是說5號球做成直球 直直拉回去做6號球會比較好做 那現在有點角度 就看落力圓這個球 要走左邊還有右邊 走這裡 那變成你這個6號球 會不會是打得到進不了 不知道 可以進嗎 可以進 哇 那這樣整個局勢就變成簡單了 所以剛落力圓那個球打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剛看那個角度是看得 打得到6號球 結果還可以進 好 那現在剩3顆球 落力圓推桿過來 非常的順 來到這裡 好 好 那8做9 過程看 推桿一顆心 不錯 哇 這球打得非常的好 兩位選手在這幾顆球 處理的非常的細膩 在我們剛剛以為6號球不能過 結果是非常OK的 好 好球 中華V隊 這個一路追趕 到最後是6比5 先聽牌 比賽 比賽搶7局 這個組合蠻有趣的 在中華V隊的部分是 莊敬高中跟復興高中的合作 那在中華C隊來講的話是 是 復興高中跟 蘇德加商的合作 跟蘇德加商的合作 好 好 第12局 第12局 是中華V隊的 中華V隊的 開球局 開球 幫忙力不錯 母球被其他球帶了一下 連接球 1號球 進了 變成連接球是來到了2號球 好我們看是一個長距離的2號球 打進的話 母球做3號球有難度在 有難度在 因為二分法打進2號球 母球往左邊走 那這個3號球在右邊 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畫面 這是我們的中華撞球直播網 我們的CEO 我們邦哥 張邦剛剛把鏡頭再做調整 剛剛是這個側面鏡頭是拍攝主桌 那張邦把這個剛剛側面的鏡頭 在做移動 現在鏡頭是架在主桌上 好我們剛剛講說3號球 沒辦法有很好的位置 所以現在這3號球 2號球只能顧進了 進了之後再來看3號球是要防守還是要灌球保球 兩位選手討論一下 兩位選手討論一下 唉唷 最後被淋到7號球 觀念很好 就力量稍微差那麼一點點 不過基本上觀念不錯 至少做到一個防守 那比較可惜是沒有掉到 那對中華C隊來講的話 沒有掉球 就是有機會來做防守 就是有機會來做防守 好我們剛剛講就有機會防守 這個球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下 有掉到 好我們看郭承翰準備跳球 左手出竿 這個球有機會跳進喔 好球 跳進了之後 我們來看母球不要洗袋耶 哇 冤枉啊 大人啊 這個球跳那麼漂亮 母球竟然一顆心 洗左上腳底袋 哇 哇 那這樣子 自由球勝五顆球 我們看中華C隊可不可以 穩穩的拿下來 而進入雙天 強尾局 那雖然是自由球 不過在緊張的時候五顆球 也是也是也是要要小心了喔 這個我以前當選手的時候緊張的時候不要說五顆球 我三顆球都沒打完耶 哇 所以這個抗壓喔 有時候往往喔 是 勝負的關鍵喔 所以張王幫為什麼叫冷面殺手 能夠 能夠這麼厲害喔 這個真的是有時候 然後 這就是天生的特質 當然 抗壓性也可以 這個後天的訓練了喔 好 角度有點大 我們來看這球抓橫台 注意喔 不要洗右邊的中帶 你看 力量要抓兩顆星橫台喔 我們看過來 沒有問題 哇 這個球在打進的話 就是雙天啊 強尾局 no problem 9號球 第十二局的9號球 打進 十二局結束 是不可思議的6比6 那兩邊 這四位選手 都是希望能夠拿冠軍喔 那只剩下最後一局了 是會裝進高中跟復興高中合作 拿到冠軍還是 復興高中跟素德加商的 這個組合會拿到冠軍喔 兩邊的教練都在旁邊喔 看得如坐針山喔 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但這也急不得喔 欸 不過我發現 郭太宏是復興 中華C隊 郭太宏是復興 然後劉振雄是素德 那另外在中華B隊的話 郭 陳翰是莊敬 然後洛麗媛是復興 欸 那這復興一定會拿冠軍喔 所以我們這個復興的這個 總教練 陳冠烈喔 他比較高枕無憂 不管是B隊還是C隊拿冠軍 欸我的學生都中冠軍了喔 所以這個 在這邊很肯定的講說 復興高中的一位隊員 包辦冠亞軍 我們看最後 唉呦 有進球 一號球也進了 連接球來到了 三號球 開球這次爆發力相當的猛 哇 進幾顆 進四顆啦 進的是一 二 五 六 一二五六 這如果在二十幾年前的話 這時候裁判就要講 1-boy in 2-boy in 5-boy in 6-boy in 超不容易的啦 好 我們來看這個防守沒有做好 結果我們看剛剛 劉正雄自己有懊惱了一下 留下一個長距離接近直球的三號球 那這個球 打進的話 要做到四號球 難度很高 你強拉 或者是推桿 兩顆心 都不好打 好 我去說 彷彿回到二十年前 一轉眼 這個 回來直撞 第一年 原年是一九九七 距離現在是二十一年了 那我個人是一九八五 進來這個圈子 也三十三年了 哇 拉桿 打得真是漂亮 這個球 平常講 這個國際A咖 他也差不多是這樣的啦 這個 洛麗圓 哇 這個拉桿真是漂亮 不好意思 剛剛那是郭承翰 郭承翰 拉桿拉得很漂亮 這個 現在要出桿的左手是洛麗圓 好球 哇 這個球 有沒有過來一點 有 哇 這個球打得很好 但是喔 因為這個球型的所在關係 沒辦法 沒辦法 做很好的位置 那現在 兩個選擇了 我覺得這個球已經不用防守了 兩個選擇了 一個選擇煞車桿 很柔的 打進 然後敲八號 閃八號是很難閃的 另外一個就是自然桿法了 那這個球不會防守 這個球很難防 他們也不需要去防 就顧進了 好 輕柔桿法 閃八號 其實他是要敲 但這個球 左賽太多了 反而沒敲到 那現在這個八號的球 這真的要考慮防守了 那進攻的話 薄球是太冒險了 進攻的話 是可以選擇灌球 那因為這個灌球母球 要走兩顆星回去做九號 都有難度 因為可能要用的力量稍微大 所以他如果灌球要非常精準 那防守的話 要打滿薄的 如果不會防守就是灌球 就是進攻 我們看 沒有灌進 母球呢 八號球 跟母球的位置 現在留下了一個大角度 剛剛是 落力 落力遠 沒有灌進 好 那現在就看那個 中華C隊 他們兩位選手看誰上來打 結果 是由 郭太宏上來打 打這個八號球 有沒有 剛好要很準 閃過去 沒有 進 結果留下了一個 哇 這球差蠻多的 好 那這個球 兩個抉擇啦 一個當然是防守啦 母球到右邊啦 利用九號球 掉球 那另外一個是進攻 我是認為可以進攻就進攻啦 因為 他們現在防守 也不好防了 乾脆進攻 灌球 我們來看 這個灌球 有沒有 又 差了一點點 沒有進 何晶瑩說 海董在講 類似職業會跟經營會的比賽 這個 我有聽他跟這個林桑瑩他們有在 有在聊 那細節 可能我也不是那麼清楚 那這幾天大家都在忙事情 那可能可以隨時關注 這個 他們的臉書 那海董他現在人也不在這裡 所以 就看他們規劃 預計會辦類似的比賽 後竿抬高 我們來看 劉振雄 可不可以打進拉回來 這顆劍輸贏喔 還有 來看看 八號球 很戲劇話 這八號球也不是很好打這樣子 這個我們的黃靜靜 這個劉振雄的教練 也就是我們素德加商的教練 在旁邊也看了這個緊張 這應該很多教練很多同學都替他們緊張 雖然都是中華台北隊 但是 還是有不同學校 我們來看這個球 薄球 薄鏡母球呢 母球兩顆星 再敲了一下 最後九號球敲成中袋 好 現在 中華畢隊 郭承翰 莊敬高中 郭承翰 能不能最後打進這個 九號球呢 好球 恭喜中華畢隊 由莊敬高中的郭承翰 以及洛麗媛 蘇德加商的劉振雄 呃 就 有點可惜了 變成了 是最後拿到亞軍 很可惜 因為強尾局來講的話 都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輸的選手 我們比賽 我們比賽 一起來 來參與 來欣賞 這些賽事 我們也恭喜這個五個項目的冠軍得主 其他沒有拿到好成績的 其他的所有選手 那我們希望你們能夠再接再厲 在耳後的撞球路上 能夠有好的成績 再次分 祝大家 身體健康 一切平安 我是張文雄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你 那個 那麼 那 有 他們交才 過 快 快 谢谢大家